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冷眼趋势为王 王牌交易 关注冷眼不迷路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先订阅冷眼的频道 订阅冷眼频道之后 那么会有一系列的一个讲解的 一个比特币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说到 猴士启动谁会获利 然后比特币就来回来 上下进行一个篡动的一个情况 是吧 那确实是比特币是来了一个 来回进行一个上下篡动 看看昨天的一个思路 是吧 昨天我们说过 它是来回在这个趋势里面 进行一个来回进行走 是吧 昨天的视频是这样说的 操作合约必死无疑 是吧 来回将下插一架要反弹 你死不死 对不对 说说这样的一个猴士的话 操作合约还是风险比较高的 昨天已经说的非常明确 如果大家有兴趣逃过这一截 不去操作合约 那么这一波就算是赚到了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的话 不要去乱去操作吧 那么接下来 比特币从这个猴士当中 走出来了吗 走单边的一个趋势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否这一步的一个上涨 是否已经形成 之前像在这个沙漫山那一带 上涨上来的一个行情一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看更多的一个行情 好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先订阅能演的频道 去点击这个简介栏 里面会有能演的一个专业的一个 里面会有一些交易所的一个注册的一个链接 大家用我的链接 就会免手续费非常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一会儿我们会讲解到 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些情况 那么昨天我们说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是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吧 来回进行反弹 来一针插下来 然后反弹是吧 它确实是按照我们的一个纹理 但是它最低的位置是达到了一个 3万4千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接近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线段给清掉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趋势被打破了 那么之前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四小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 它是现在是被打破了 那么比特币是占上了这条趋势线的一个上方 我们可以很明显就看到这一段 它已经站上来了 站上来了 站上了这一段的一个 打破了这个下降的通道 现在的话正在一个上涨的通道当中 是吧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波很有可能它就进行了一轮的一个上涨了 所以然受这个战争的一个来回来回影响了 下跌10% 然后就继续进行反达 那么现在它它既然它已经战胜了一个 打破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那么它下一个阶段 那肯定是要继续的去走一波的一个行情了 可能会走一波的一个行情 所以接上来的话 不要去操作太多的一个空单 可能去涨到这个 有机会能够上行到一个 41,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的 有机会 它是有机会能够上行到 41,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的 就目前而言 那么我们之前 它之前在这个33,000这一段 进行的一个上涨 这一段打破了以后 它形成了一个下降通道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通道又继续被打破了 预期的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会有不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了 是吧 之前的一个上涨通道是被打破了 这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 形成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那么现在的话 它重新又形成了一个上涨通道 所以说现在的话 上方的一个压力 其实已经来到这个 更高的一个位置 在这一段了 在一个43,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接下来 这一两天里面 我们可能会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有一波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个 下方的一个量能 接近于 都是逐渐是放量的 几根阳线都在这里 所以说它是放了一波的一个巨量了 那么之前放量的时候 说到之前放量的时候 还在很久以前了 是吧 之前好久没有 这样去放量了 直接是全部都是阳线的 你看 是吧 之前这一段 你看它在这个位置放量了 一段出来之后 它直接是来了一波的一个上涨 来一波的一个上涨 是吧 直接是在这个位置 启动了一波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一波 连续几根阴线的话 还要上述到之前很久以前了 是吧 又上述到之前的一个水平 这一段 连续上涨的一个水平 那么这一段 已经来到这一段了 全部都是阳的 还是很少见 很少见 是吧 像这样的行情 还是很少见 所以说这一波 它放了那么多量出来之后 随后出现了一波的一个上涨 从这个54,000 是吧 54,000这个水平 一直是到这个 67,000 67,000一带 那么足足上涨了 有1万多点 接近有 25%的一个涨幅 那么现在这一段 我们这一段 我们这一段是不是 它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波的一个 在这个位置底部 是吧 形成了一波的一个反超 那么这一波的反超 它是否 像之前一样能够上涨1万多点 上涨到之前的一个高位 上涨到 上方的一个46,000多美金 甚至是超越 超过上次的一个水平 上次的我们的一个46,000的一个水平 它是有机会的 这一波 在这一段 里面 所以说现在看它的表现 看它表现 在这个大的一个区间里面 进行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不断在创造一个 更高的一个低点 更高的一个低点 你看之前的一个低点在33,000 现在的一个低点在一个34,000多美金 所以说这一波 它是有机会 有机会能够去走一波的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 那它更正在创造更高的低点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现在是一个好一个消息 好的一个消息 而且从MCD来看的话 它上下方的话 形成了一个双重金叉 双重金叉 这个位置形成金叉 随后这个位置又形成金叉 双重金叉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现在的话 表现的话还是不错 那么我们在未来一到两天里面 可能会看到它 重回这个41,000多美金 甚至回到一个43,000多美金的位置 因为它一旦放量 一旦放量比特币 就会进行更高的一个涨幅 那么这一段的一个好事 可能就到此为止 可能会进行新的一轮的一个拉盘 但是我们要注意上方的一个主力 也不是说它拉很高一下子 是吧 它可能会到一个41,700美金 到一个43,000多美金的位置 这是比特币的情况 那么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上个视频我们说过了 它也是走为一个猴士是吧 在这个位置来回差 你看它是一直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路线进行走的 是吧 一个猴士的一个操作是吧 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思路 一模一样 这个剧情一模一样 行情这个推演一模一样 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改变 那确实是它走了这样的行情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2750美金 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只要它突破这样的位置 突破2750美金的位置 那么我们正式确立这一步的上涨行情确立了 它又重新进行新的一轮上涨了 这是完整的一个确立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先把这些线段清除掉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它是之前是走了一个 和比特币一样 它是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随后是被打破了 打破了在这个位置被打破 以后它形成了一个下降通道 那么形成了一波的一个下降 那么目前的话 它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又被打破了 打破是吧 那么也是形成了一个 打破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形成了一个短级别的一个反弹了 已经我们可以确立现在的一个 基本上已经可以去确立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已经是走了 走了一波的一个行情了 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短级别的一个反弹了 是吧 这是可以去确立的到 确立的到 那么现在的它的一个思路的话 我们是有机会能够去突破这样的位置的话 继续去开多 现在正在一个压力附近 那么突破这个位置 继续去开多就行了 那么上方的一个目标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 就简单去测量一下 它到底能够到哪位置 2900美金的位置 2900美金的话 相当于10%的一个涨幅了 那么我们这两天的话 我们要看一波多头上去了 看一波多头 看到上方的一个位置 2800多美金的位置 这是以太坊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下方的量能来看的话 它是不断的去形成一个金叉的 说是现在的话 还是表现不错 从整体的盘面 从现在来看的话 还是表现不错 那么我们期待它有更多的一个涨幅 那么目前的话 仍就是突破这个位置 不断去开多就行了 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注意一个下方的支撑 仍就是在这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2500这一带 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了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就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或者是点击评论区下方的一个留言 就可以去找得到冷眼的一个视频 里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报群 我们的电报群里面 会每天会有积极的一个分享 大家点击订阅就可以了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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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